2021年12月18日 一场石料不及的长命雨 导致水灾的发生 一个星期后 水位终于退去 槟城此济马来西亚分会之工 随即踏出这个受灾小镇 展开关怀行动 这一次的水来得非常的快也大 我们把握姻缘来到了这里 在等待明天的行动之前 我们先做了把亲感恩物 和我们认识的在灾区的一些大德的探访 小镇居民福奇与志工分享水灾时的情况 而他的货车也在水灾发生时 为妻儿及邻里提供一个及时的避难所 避免被积障的水为淹没 自己职工的探访 也让曾经在2013年的水灾 接受过自己远住的居民 感受到一份熟悉的安定力量 洪水无情 人间有爱 程与勤的关怀 让灾后的郊区多了一份互助精神的温暖 达爱新闻 郑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 多一份善念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